九龍塘有便衣警員在有一城商場內拘捕多個人 警方說期間有人襲警和搶犯 警員揮警棍還擊多個人受傷 陳志榮報導 有一城商場下午兩夜之後 有客人去到美心旗下的餐廳噴漆 大約4時半在商場L1樓層 幾個便衣警員拿著警棍圍著一個年輕人 後來再多一個女孩 大批人圍著起雄 右邊一個白衣男人突然推向警員 試圖拉走個女孩 之後有黑衣人加入 便衣警員多次揮棍打向人 被制服的男女一度不見了 警員和黑衣人糾纏去到角落 試圖拉住一個黑衣男人 被他走掉了 有警員面部流血 之後幾個警員把原先制服的男女 押到一處的走廊 有人繼續指罵 也有多個網面警員 制服多一個黑衣男人 防暴警察增援 向在場人士舉胡椒噴劑 有男人頭破血流 三父同之前同便衣警員打鬥的男人相似 起初由義務急救員治理 企候救護員到場為他包紮 商場多處都有人被制服 坐在地上 逐一被搜身查問 之後被押走 5時多 防暴警員要求在場市民離開 私放胡椒噴劑 有在扶手電梯上 追趕戴口罩的人 期間有廢棍 去到5時半 商場中庭仍然有人聚集 在高一層戒備的警員 突然發射多發胡椒球彈 地上有胡椒球彈 和白色粉末 有人不舒服嘔吐 由義務急救員帶走 十五分鐘之後 有一城廣播 說因為安全理由 提早關閉商場 有線理事記者陳志榮報道 晚上有三個救護員到有一城 在商場職員引領之下 逐層試拆廁所和走火通道 全程被傳媒拍攝 未發現有傷者 消防署說晚上十點多 接報有一城有人不舒服 派人到場搜查